小猪罗志祥16日到上海入职跳舞节目 结束后被粉丝目睹脚一拐一拐 疑似拍摄过程受伤了 不过他却笑得跟大家说没事啊 然后18日经纪人就po了小猪膝盖包着纱布的照片 透露小猪要带着伤 回台北上舞蹈课 加码爆料 小猪竟然只花15分钟学了一支新舞 可是小猪膝盖受伤还是不断练习 20日他自己在网上分享练舞经过 不料在一个跳跃动作后 疑似膝盖无法附和 直接跪在地上 他还配上脚还是点点脸的文质 最后加了个哭哭涂 感觉超级无奈也超级痛 看来小猪的伤还没有痊愈 小猪日前程预告自己 三月将带着新专辑回归 但三月已经过了大半都还没有消息 虽然粉丝新急 不过看到小猪那么拼命 又舍不得留言 要他先休息一下 我们会等你 非凡娱乐这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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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 突然完全无吓 那最后 启点赞 订阅